半马到底有多远 远途会经过些什么地方 让我跟大家运跑一次吧 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10公里 还会经常练习 那就可以考虑一下挑战半马了 以下是我在2017年跑半马时的录影片段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很多人会在跑完以后才贴止痛贴 我就发现在跑之前贴更有帮助 总结过往的经验 第二天最痛的地方 主要就是途中贴有止痛贴的位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半马的起跑点是尖沙嘴 重点是维多利亚公园 最辛苦的那一段路 就是离开西岁后的甘露道西千桥 好 出发 一开始是跑迷敦道 植物一条 完全没有差 可以肆无忌惮在马路上奔跑 真痛快 什么 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跑马拉松 还记得2012年 表弟说他在跑东京马拉松的时候 不但有机会跑着看著名景点 原图还有很多支持者请他吃东西 表弟的那句真是吃得很饱哦 将我心里面充满斗志 于是就以2003年10公里的比赛做目标 2012年开始练跑 很快就完成一公里了 跑了三公里以后会觉得特别累 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慢慢进入状态 拐个弯就进入联翔道 接着会有点辛苦 因为是上坡路 根据专家的意见 上坡的时候可以在手往后摆持加大力度 增加前进的动力 知识呢就好像滑雪那样 最初练跑的时候很快就觉得很累 有好几次因为双脚实在太痛 哎呀暂停练习 当时还担心自己的脚会好不了 变成残废 不过休息了一回就慢慢好起来 接着也学会按自己的身体状况 调节练习的强度 虽然还是会觉得痛 但已经能够分辨哪些是肌肉增强的痛组 哪些是受伤的痛组 不但肌肉的力量加强 对自己的认识也增加不少 因而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忧虑 无论是肉体上 又或是精神上的忍耐力 也大大提升 五公里以后就会有水供应 让我也喝点水解解渴 六公里以后就会进入青葵公路 路面又直又平很好跑 还会见到许多已经跑过择回点 奔向西岁入口的人 十公里以后 期待已久的西岁就近在眼前了 西岁父亲特别多人为我们加油 还有东西吃呢 来到西岁就跑了差不多13公里 就算吃了早餐也会觉得很饿 主办单位请我们吃小西红柿呢 让我也拿一颗吃吃看 嗯 真好吃 开始练跑以后 觉得人生其实也挺像马拉松的 人生难免经历痛苦 也会又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 有时更会觉得前路茫茫 但作为基督徒 我相信无论是何情况 天父必为我预备出路 上帝会叫不可能成为可能 自幼体弱多病 却要偏力的我 曾多次在街上晕倒 被救护车送进医院 可今年已是我第二次挑战伴马了 因为神的恩典 神迹就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 讲起神迹 这次跑伴马 就真的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这个特别的经历 就发生在出西岁之后 看 西岁就在眼前了 进西岁后大海已经成为一种遗失 进西岁前有东西吃 进入西岁后就为大家提供松节油 主办单位真的好贴心哦 出了西岁之后就得跑上甘若道西天桥 这段路是整个伴马最困难的 不过也就是在这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我非常专心的往上跑时 突然有人向我大喊 蝴蝶呀 我已经累得半死 完全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 那人见我没有反应 于是再说 在你手上呢 我看一看自己的手 原来真的有只蝴蝶在我手上 记得第一次跑伴马时 就因为撑不过甘若道西天桥 往上跑了一会儿 就决定放弃 结果出西岁之后 就一路散步到终点 这次也未能肯定自己是否撑得下去 这只蝴蝶可能就是来鼓励我的 希望我可以跑完全程 撑过了最难的一段路 见到会议展览中心了 还有四公里左右 最后一公里 一起呈访 往后自由 恭喜你 顺利完成2017年 ый级忘记 渣ULL UH 大家好 这 tabuza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有ographer 加油 司令兽 如何 structu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